藝人周星馳被前女友于文鳳控告 违反2002年底口头承诺 追涂7000万元的投资分涌 高等法院裁定于文鳳败诉 于文鳳说 周星馳当时是男朋友 也是商业伙伴 认为承诺据商业效力和法律弱促力 周星馳说对方协助他投资 只是情侣间的牺牲 即使曾经承诺分享利润 只是属于戀情贵赠 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文斑下判辞 指双方并不存在商业协议 周星馳提出投资利润分涌即贵赠 讨论内容并没有法律约束力 而周星馳购买物业天比高的时候 已经计划将12号豪宅自用 并非投资不存在利润 于文鳳也不是推介天比高物业的中格人 也没有促成周星馳在 比华里山物业投资交易 所以才定于文鳳败诉 报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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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告